接着我们来看到是在高雄三明区爆发一起欠薪纠纷 就是有油漆工跟店家打起来 原因是因为在验收的时候呢 布满油漆的工程拖了两万多块的尾款 所以呢店家直接就抽起旁边的木棍 打了油漆工 双方一次爆发激烈冲突 火气一上来店家随手拿了工地里的棍子 就往油漆工身上抽 工人也不是省油的灯 直接扑上前双方扭打在一起 夹在中间的包厢双手一摊 要当和煦老也没办法 双方直接扭打在地上 这处位在高雄三明区的工地 发生扭打纠纷 原来打人的店家找了包厢 要做油漆工程 说好价格两万六千块 先不定金五千 但验收时店家不满意不给违款 让油漆工也气了 觉得被故意刁难 钱给的不干脆才爆发争执 因为工程验收双方谈不拢 互打互殴 最后包厢调解 钱是付清了 动手的店家除了给钱 还得吃上一条伤害罪 实在得不偿失 记者红夫人高雄报道 高雄发生一起感情纠纷 这是两名妇人直接就在街上 互打互扯头发 警方到场之后 眼看这也不是办法 只好喷辣椒水 让双方冷静一下 事后一问才知道 旁边的75岁老先生 跳出来说 这两个人都是我的女朋友 原来这个老先生结婚了 而打人的这名66岁的妇人 是她的小三 两人有私生女 而被打的56岁的妇人 是老先生新交的小四 所以情人相见 直接打了出手 老先生老男友在旁边看戏 起楼下两名妇人 大打出手或扯头发 随便有人拉都拉不住 怎么了 怎么了 75岁老翁急到语无伦次 因为打架的都是她的路平佑 放手 一 二 三 原警多次要求放手 但66岁妇人紧紧抓住情敌头发 女儿也来助证 原警只好来应的 你在干嘛 放这 放这 不要挡我 原警朝脸喷辣椒水 66岁妇人眼睛痛到不行 这才放过情敌 我妈只有她头发而已 我有跟她警告 请她放手 我才使用强制令 妇人被原警压制 提供清水洗脸 原来这是一起的感情纠纷 她是你的谁 长班的站 长班 很经典 是 八点长 八点赶 双途地点在高雄三明区 报警的75岁老翁结婚有家庭 66岁妇人是她的小三 现场年轻女子是她们的私生女 被打的56岁妇人是小四 关系复杂 双方虽然占不提告 为警方能依社会秩序维护法 小三撞见老翁和小四聊天 一气之下冲过去扯头发 双方目前暂时不提告 只是老翁太多情 造成撸饼右门当街大打出手 也让监法邻居看笑话 讲到了吃东西 这个真的是 如果是真的话 真的是就不卫生 功德心在哪里 日前在台中有一家牛排馆的控诉 还记得吗 就这个画面 说呢有来自于南韩的高中棒球队 这个同学在吃饭 在挖冰淇淋的时候呢 他居然把公用的冰淇淋勺 放到嘴巴里面舔了一舔 店家看到之后完全大崩溃 你一个人爽完之后 店家必须要把这个冰勺 还有六桶冰淇淋全部换掉 这画面传回到南韩各大媒体呢 当地的网友怒了 说必须要肉搜出来 因为他让国家丢脸 中牛排馆客人 在自助把挖冰淇淋 却把公用冰勺直接塞进嘴里 吃了两口后 再把沾满口水的冰勺 放回冰淇淋桶 恶心行径全被监视器拍下 最后店家被迫 把六桶冰淇淋全部换新 损失了四千块 事情发生在二月底 当时牛排馆接了一组团体客人 是来自南韩的高中棒球队 甜冰勺的男子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消息传回南韩 更登上各大主流媒体 新闻一处立刻登上当地热门排行 光是一则报道就吸引 超过一千则留言 而南韩网友也没在护航 有人说应该把马赛克拿掉 让人看清这名耳男的脸 还有人喊着药肉搜 南韩网友气愤表示 国家的脸都被丢光了 还想代替当事人对店家道歉 不过这支棒球队事后 不但要求店家把影片下架 还坚称是拍摄角度问题 至今店家还等不到一句道歉 最后报道 新竹大秘宝到底有多少呢 除了棒球场之外 现在就连网球场也有问题 这是全中运网球资格赛呢 是在新竹县开打的 但比赛场地呢 竹东镇中镇网球场却被爆 在开赛前一个晚上才施工完成 没有足够的验收时间 草坪呢不平整 扑杀也不够 导致有学生扭伤脚踝 不得弃赛 所以呢新竹县教育局呢 却说啊 这是选手自己不熟悉场地了 这让网球一哥卢彦勋很心痛 在脸书痛批 这么多人为这个球场背书 出了事之后呢 大家却推得一干二净 卢彦勋替学手抱屈啊 说开赛前一天才弄好的选手 哪来有机会可以适应场地呢 他感叹运动员有需要这么的卑微吗 再来看到 同样也是在新竹出现了红火椅 这是在新竹渔港 新竹渔港的国际风筝赛场的 渔林天梯这个地方 最近出现了红火椅 为了避免有民众误触以窝 发生被叮咬的危险 新竹产发处呢 除了紧急在疑似红火椅出没的地方 插上了三角旗的红质 提醒大家不要靠近之外呢 也积极地跟火椅防治中心来合作 每个月固定在这里投药 积极地围堵 希望能够有效地把红火椅的伤害降到最低 嘉义县帆路乡的仁义坛风景区 这边有五十多颗的九重隔 现在绽放当中 远远看上去超美的 路边一整排九重隔 全部盛开超级美 有红色 白色 粉红色 三种颜色交叉绽放 呈现整片九重隔花海 民众拿起手机相机拍不停 嘉义仁义坛风景区 五十多颗九重隔 在道路旁绽放 有如长长花铺一样 超级壮观 三种颜色穿插 五彩缤纷 游客说从什么角度拍都很美 九重隔花铺美景 在网路上传开之后 立刻成为赏话热点 我是觉得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因为颜色很缤湿 仁义坛九重隔花铺 吸睛指数破表 吸引游客朝圣 另外在嘉义阿里山 也是充满粉色樱花海 现场超级梦幻 虽然花季三月十号才登场 但朵朵粉嫩樱花已经绽放了 美不胜收为花季暖身 其中阿里山工作站前 花矿最靓丽 唐石英小鹰王满开 各种角度都适合捕捉美景 找平车站周边公园 飞寒鹰也是满开中 火车从樱花海中经过 粉色美景盛开 真的没翻了 三色九重隔瀑布花海 在道路旁绽放 或是到阿里山体验梦 粉色樱花海 赏花热点都吸引满满游客 记者豪国文 陈珊珊嘉义采访报道 同学们看过来 这是全台的大专院校 开始在真财 三月开始陆续开跑 今年一样 由台大来打头阵 就在今天举行 目前国内的景气 亮起的是蓝灯 国际科技大厂 又裁出了裁员潮 所以还是有不少的企业 到台大去摆摊 包含了像是金控业 科技业等等 有的公司甚至在现场 直接摆到两到四个摊位 还寄出了百万年薪 就是要找最优秀的人才 像是台积电 公布了真财资讯 预计要招募六千人 只要你是硕士毕业 新进的工程师 年薪上海两百万人 台大校园真财 周末登场 吸引不少知名企业 到现场摄摊 其中金控业 像是中信金 开出六千六百个职缺 星光金四千名 玉山金六百名 寄出百万年薪 招募储备更不及人才 想找就是半导体产业的 就是做研发或是制成的 如果有海外发展的计划的话 我也蛮希望能够争取的 就是一开始刚入职 走大间的感觉比较 体系可能比较好 尽管全球景气不佳 但科技业真财 仍毫不手软 像是全创祭出硕士起薪 53K 预计招募一千人 获过神山台积电 也大开六千个职缺 硕士毕业 年薪上看 两百万 所以不只是理工相关的科系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财务 会计管理 人力资源等等 其实我们都非常的欢迎 不过日前 Google掀起裁员风暴 全球裁员1.2万人 预估占6% 现在传出台湾部门 也将裁员180人 Google台湾回应 因应全球人力精简政策 台湾有符合的相应异动 将给予受影响的员工 最大协助 包含延长员工福利 和支援方案等 最主要的原因 也是因为在疫情之下 有一点错估形势 所以导致说呢 今年初都还在调整 库存的状态之下 可能会有一些裁员的动作 对此台北市劳动局 回应Google台湾 目前没有资浅通报 也没有收到大量的解雇计划 后事将再密切观察 记者林正坚 陈嘉伦台北採访不到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在呢 整个的雾化器里面 就持续的喷雾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 你直接呢 接触你的肌肤 也都没有问题 没有疑虑的 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呢 有蜡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我蜡气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请大家好好把握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